阿拉威、非洲都南部的内陆国家 我们现在就在他们的第一大城布兰黛 根据联合国统计 一代气旋造成布兰黛有四万多人受灾 其中以金沟贝为最多 金沟贝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形 所以当大雨来的时候 水会顺着波度而下 并不会造成淹水 也没有土石流 唯独就重创了百姓的房子结构 一代气旋过后一个多月 路况虽坑坑洞洞但也不再宁宁 原本以为金沟贝复原的状况很好 想不到一进到社区 房子全岛 半岛都还有 有人甚至住在半岛房子里 因为穷只能用泥土拌水 简单盖房子来栖身 但大雨一来 屋子就受到影响 特别是这次的一代气旋 造成金沟贝区 约120多户的房子倒塌 因此此届志工走进灾区 在3月16号 到达马拉威的时候 我们第二天就开始动作了 我们要去买建材 然后再到部落社区中心开会 邀约所有部落的志工 那由酋长来跟他们讲 怎么样分工合作 就是把这个重建家园 大家一起来参与 邀请灾民重建家园 除了安他们的心 也希望安他们的身 让他们有个永久的家 此届志工至今人持续陪伴 预计未来将会有70间大爱屋 待新闻杨警惠 黄其炉 李晨佑 马拉威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